我把卫生间的禁柜 变成了通往一世界的大门 我的族客看了一定会眼前一亮吧 事情是这样的 上回说到 我花了500层建材市场 定制了一个1米6长的水平柜 但其实不止这样 我让他们用剩余的板子 又给我做了个禁柜 我这个禁柜非常有巧思 看到这一堆小洞都没 有了他们 禁柜的隔板就可以随意的拆卸拿去 我的族客再也不用怕 大片的分布品放不下了 另外呢 我只做了一个柜门 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人在洗漱这方面的时间 争分多秒 所以咱就只留一个柜门 放不长用了 镜子的固定就用缅甸胶解决 虽然它现在已经非常高级 但我还是想要租客 洗漱时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我买了点这种 镭射的蝴蝶 跟马赛克透明玻璃 把普通镜柜 进行深渊镜 先沾上一圈白光灯弹 在右侧开出来 电线通过的小孔 之后就可以沾这些镭射蝴蝶了 每一个的分布都要错落有致 OK 放玻璃试一下 绝美啊 家人们 就是白色灯弹有点太瞧眼了 再加上彩色马赛克玻璃 一定就会好很多了 于是我就开启了漫长的 捏玻璃之路 只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 我的柜子即将四分五裂 贴了一个多小时 总算是把玻璃贴完了 放上单面镜看看 绝了呀 家人们 这不就是通往一设计的大门吗 但就在我准备把镜子挂到墙上的时候 我发现 当初设计的时候 没考虑到墙上的插座 这样按上去上面还好 下面就会有很大的后细 水电我可不会改 只能对镜柜下毒手了 还好我左右两边是没有位板的 把左边的拆下来 固定到右边就可以了 打好膨胀螺丝 我偷往一设计的大门 就能安装上墙了 我的猪客一定会眼前一亮的吧 那是